大家好,我是时光报合的Able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日周标试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赛车的运动那么有兴趣呢? 我自己就蛮喜欢的,因为做媒体的关系 曾经有机会去过两次FM1的赛事 一次就向网纳球,另外一次就向新加坡 今个星期我们找了四个玩标 他们都跟这个赛车运动很有关系 我们先讲两个Roger Debris的玩标 Roger Debris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品牌 但是Mr. Roger Debris 他本身是一个近代制标大师 几乎所有瑞士的复杂功能的玩标 他都有能力制装 而Roger Debris本身的标厂 也是我去过很多标厂里面 其中一个最先进和最 well organized 由A到Z所有的做标的procedure 他们都可以 under one roof去完成 今次这一款标的名叫Excalibur Advantador S Advantador是 林宝坚尼的其中一个车型号 近几年Roger Debris和林宝坚尼合作 用了林宝坚尼的元素 去设计他们的标 这只碗标大家一眼看下去就觉得非常复杂 以及应该都是挺贵的 这一碗标自己看下去就是有少少像异形 标面的形象 其实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它有两个balance view 中间就用一个differential 这个叉速器连接他们 以及互相去调节 令到那个碗标的走势更加精进 这个碗标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手动上链的机械机身 能够提供40小时的动力 处备在一至两点钟位置那里就是有一个power reserve的indicator 这碗标还有一个复杂功能 它就是一个jumping second 一个跳秒功能 如果是一只石链机身跳秒就没有特别 但如果是一个机械机身要做到秒针一秒一秒这样跳 这个是一个复杂功能 这个碗标它因为跟这个林保坚尼合作 林保坚尼是用了大量的carbon fiber 在他们塞车的制作上面 所以这个碗标也是用45毫米直径的一个carbon fiber case 可以防水50米 这个碗标本身限量8只 定价是港币超过160万 另外一只碗标也是用同一个机身的 不过它就叫做 Escalibur Ezenza SCV-12 Hyperwatch 超级碗标 为什么另外一只叫超级碗标呢 我们看到这里这个sample有很多绿色的element 原来林保坚尼有一个型号 SCV-12 他是林保坚尼第一款用的V型12气缸的跑车 是专门为赛道设计 为了与林保坚尼看齐 所以Roger Debris就设计了这一款 亦都是定制的碗标 我们看到这一只 是独一无二的example 他跟刚才那只红黑色的碗标最大的分别 就是他没有了那个 power reserve的indicator 因为在跑车里面 车是要越轻才能跑得越快 所以Roger Debris 亦都是把这一只碗标做到 是由这么轻得这么轻的 究竟是多少钱呢 就要等那个potential的标主和Roger Debris 看看他究竟要多复杂 或者要多少功能才知道 第三只碗标就比较亲民 是Tech Hoyer Carrera 160 160 Years Montreal Limited Edition Tech Hoyer 今年是160周年 品牌是1860年成立的 大家都可能知道 Hoyer 有很多跟赛车有关的活动 他们都有参与 其中一个最大的成就 就是1969年的时候 他们是第一批生产自动上链 计时计心是专门为赛车运动而设计的 计时本标 他们是其中最早的品牌之一 另外就是他们 60-70年代的时候的掌舵人 Mr. Jack Hoyer 他本身是很喜欢赛车运动 所以豪亚标就参与很多 到今天亦都是一样 其中有一些是 Porsche Formula E Aston Martin Formula One Monaco Grand Prix 这款新标是为1972年所推出的 Montreal系列的计时码标致敬 这款标是 60-70年代的计时码标的设计 它是一个 Cousin型标壳 或者我们叫做龟背型 因为它的标冠是在九点钟位置的 这个就是 Calibur 11 他们当时做的第一个 自动上链 计时计心的一个特色 标冠是在九点钟位置的 新标用了一个白色的标面 以及用了多少丰富的颜色去点转 好像黄色、红色、蓝色 今年的新标已经是用了 Carrera 这个系列的设计 所以它和Montreal系列 枯应的地方就是一个标盘 同样都是用了很多颜色 它用了蓝色来做三个小标盘 另外用了红色来做 计时的秒针 在时针和分针上面 我们看到有些黄色的Super Lomanova 都在三点钟位置的30分钟计时 也有三个Section的黄色Super Lomanova 是一个39毫米直径的钢壳 比较一个小小復古的设计 可以防水100m 配上一条蓝色的岳鱼皮标带 搭载的是Tekhoyer 自己设计和生产的Calibur 02 自动上链计时机身 是有Column View 以及可以提供80小时的动力储备 如果玩过这只碗标 或者玩过其他搭载 Calibur 02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碗标的 Start-Stop-Reset Operation 市场上是其中一个最Smooth 这个碗标是限量1000只 有30只是香港和澳门市场 定价是$54,350 第四只碗标同样都是Tekhoyer的作品 它是Formula 1 Indianapolis 500的限制 India 500是一个很出名的内力赛 今年已经104届了 Tekhoyer也连续16年为他们作为官方的计市 India 500的赛道 就很出名的 叫做Indiabras Motor Speedway 为什么出名呢 是因为它是用砖砌出来的 所以这一只向它致敬的碗标 标面那里 都放了一个砖跑道的图案 这个碗标是搭载了一个石英机身 石英机身的好处就是准 还有它可以有更多的功能 在6点钟位置那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碗标 可以提供10分之1秒的计时的显示 同样同一个标本 它也可以显示这个10个小时的累积计时的时间 这个碗标的size是43毫米的钢壳 是有黑色的DLC涂层 那个标圈是一个陶瓷标圈来的 上面黑了India 500的红色字 还有一个Tekhoyer 这个碗标可以防水200米 都是限量1500只 有30只就是 香港市场 剩价是港币16,900元 好了这四只碗标 由16,900到160万 不同的定位 不同的功能 但是都跟赛车有关的碗标 大家你喜欢哪一只呢 好了今天星期一周标示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